考我一年內哪個月有28天 你考不到我的 2月有28天 3456789101112 1月都有28天 都對騙你不到 再問你哪個月份有29天 今個月 除了二月之外每個月都有 但今個月二月就不一樣了 今個月有29天 因為今年是潤年 真開心 2月29天出生的朋友開心 因為今年有得生日 青春常駐 考不到我 問你為什麼會有潤年 潤年其實是這樣的 我以前讀自然科學的時候 學過老師教過 當地球環繞著太陽一周的時候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但走完一個圈 不單止是三百六十五天 是多一點 多一點 是0.25 因為每四年一個潤 多一楷 多0.25 四個0.25就等於一 這樣就叫潤年 沒錯 我又再問你 地球自轉一個圈 要多久 一天 對 這些騙不到我 這些小學 果然看了王子華 不是 我是看小學教電視 地球自轉一天要多久 地球自轉一天 蛤 一天 地球公轉太陽一個圈要多久 三百六十五天 一年沒錯 剛才你說得很對 地球圍繞太陽的軌道 拉直它一條直線 不斷數 數一個圈 兩個圈 三個圈 數到最尾的時候 去到這裡 當是軌道的圓結 在這裡 數到圓了這裡 三百六十五 但還有一個框 才數完這條軌道 所以多了一框 橙的長度 嗯 自轉的時間 和公轉的時間 不是一個整數的比例 是三百六十五點 二四二二九 是的 所以不是一個整數 所以為了要拉直 突出來的少許 每一年就突少許 兩年就突了半天 三年突了三框 到第四年的時候 就差不多突了一整天出來 那為了要令到日力準確一點 所以四年就要比日 令到近一年 啊 我剛才說的0.25就差不多了 很接近 但照你剛才所說的 三六五點二四二二九 其實都不是0.25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影響了整個潤的潤法 沒錯 到某個時間 又不知道潤什麼呢 我們要潤走它 大家知道潤是一個潮語 我們不說太多 這個潤是怎樣走法 不是 這個潮語很潮嗎 很潮的 最近才出現 真的嗎 那些人說潤什麼 要潤就快走 潤出國 潤其實是run的諧音 來自英文 run 即是走路 run run 你很快走 快點 對 即是說別人移民就是潤 潤文 還是什麼 潤 就是一個字 沒有的 那是一個動詞 還是一個形容詞 還是什麼 應該是一個動詞 OK 先說到這裡 我們先不說那個潤 我們是政治正確 知道我們四年一潤 但其實又有一些例外 大家知道 一百年我們又不潤 一百年那個潤就不潤 當那年份是一百年的倍數 那年的潤年我們又不潤 又為什麼不潤呢 因為剛才說過 那三百六十五不是正正 三百六十五加一鈣 而是少的一鈣 少了百分之一左右 剛剛一百年就是那些的拼湊 拼湊了一堆 對 所以如果你潤了它 那就變成不適合了 有沒有人會提我們潤還是不潤呢 我們當然不用記 因為做月曆那個 他們更加緊張 不會打錯的月曆出來 印錯月曆就死火了 另外政府天文機構 他們會制定這個年曆的 所以一定不會記錯的 是 我們剛才說到 每逢是一百的倍數 它就不潤 但是例外之中 又有例外的 又怎麼例外呢 當四百年的倍數 譬如說是二千年 那一年應該是四百的倍數 應該是不潤的 但是二千年那一年 又反而有潤年 又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零點零一 那裡又是凸了一點 因為它又不是整數 所以每四百年 又要賠回前一天 那裡儲了四百年 就儲夠了一天出來 所以又要潤了 嘩 很複雜 當它上到百和千之後 我的腦已經勝在不了 總之你說這樣就是這樣 好了 你的荷包裡面有上百和上千之後 你就將那一千給了我 我幫你帶著 你就會放心很多了 好了 那你再給我多些新的知識 好 我們講到潤年 有沒有聽過潤月呢 潤月大概的意思是 那一年裡面多了一個月 是的 但是整個只限於舊曆 因為新曆沒可能 十三個月 即是農曆年 舊曆年就會多一個潤一個月 是的 潤了整個月 潤了整個月出來 是甚麼意思 有錯有錯 是嗎 現在開始有點混亂 但是我胡亂說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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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新曆是基於太陽 而龍曆是叫Lun calendar 是基於月光 月球的轉法 當然跟地球轉法又不一樣 剛才說過 自轉的軌道和公轉的比例 不是整數 月球圍繞地球一個圈 也不是三十天剛剛好 而三十天我們知道一年有十二個月 但不代表十二個月走完之後 就剛剛等於公轉的軌道那三百六十五天 因為我們的農曆知道 越大就三十天 越少只有二十九天 所以你這樣乘下乘下 其實一年的農曆是只有三百五十四或三百五十五 即是一除開 即是差不多就少了十天 是 一年少了十天 很簡單 即是你三年就少了三十天 所以通常三年左右 你就少了整個月 即是每三年會有一次潤月 對 所以就要潤一個月下去 要加回去追回不見那個月 哦 原來是這樣的 是啊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 譬如潤二月的話 你看到二月的二十九天之後 它會變回又是二月的初一 即是兩個二月 是的 那是不是潤身的 都一定潤二月呢 會不會潤三月和四月呢 不一定的 要看回它的時節 那些春番秋分等等 它會放在一個好的月份裏面 也要等於整年 整年不會每一年都潤二月 可能今年就是潤二月 下年就潤七月或者八月 年年都有潤的嗎 不是年年 就是下一個回合 下一個回合 下一個回合的時候 對 下一年要潤二月 那怎樣數法呢 原來是這樣的 農曆年潤月呢 就是十九年有七潤 哇 十九年 十九日是質素 七日是質素 每十九年就會潤七次潤月 所以它插在這十九年 大概是三年到一次 嗯 講到十九年 有一個很特別的事 你可以馬上看回你的出生日期 農曆年潤月的農曆和新曆 如果你出生那一天 農曆年潤月的農曆和新曆 你記得它 原來很多人 大部分的人 十九年之後 即是十九歲 三十八歲 生日那天 很大機會是同一天 原來就是這樣 我就是知道 我從小到大 有些人告訴我 你十九歲那一年 十九年 就剛好 就會跟新曆月的農曆 搭著同一天 是啊 原來就是這樣 原來就是因為這件事 是歷法 但是這樣 不幸地 我就不是 我十九歲的時候 我生日的農曆和新曆 不是搭在同一天 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有些人就是這樣 有些人就是這樣 有些人就是這樣 可能你的年頭和年尾 那些日 又是那句 因為比例不是整數 所謂十九年 七個月 這也是一個大約數 那你有沒有看回你三十八歲 又不是同一天 又隔了一天 應該是你一輩子 你真的很不幸 不會再有一次 你的身歷和舊歷 我相信沒有 除非我有千多歲 或者六十呢 又會不會呢 不行 你不是照成嗎 不是那件事 又不是那件事 六十個甲子 對 因為我是新海年出生 我新海年出生 六十年前 就是新海革命 剛剛好就是 新海革命六十周年 一一年 對 一一年 不中的 不關的 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回答同一天 只要越走越開 好 有潤年 潤 你很想潤 我已經說了潤年 潤月 那有沒有潤日和潤廟 好問題 我們知道潤年潤月 但沒有潤日 可以的 但有潤秒 哈哈 那秒怎麼潤出來呢 又為什麼呢 地球一直圍著太陽轉的時候 有時會轉得快些 有時會轉得慢些 有時會越轉越遠 因為地球 其實我們知道 地球原來是逐漸離開太陽越來越遠 它轉的速度又會越來越慢 那些天文學家就很準確 反一秒馬一秒 和我河竿 但其實不要忘記 很多電腦系統 這一秒很重要 又有多重要呢 這一秒 我真的想不到 很重要 如果有一些交易 或是一些保安系統有關的 差了一秒就是差一秒 所以那些時間系統 當那年他們決定開大會 還有全世界的人走 專家再開 我們決定今年要潤一秒 到那年的年尾 最後一天 最後一秒 它就會是11點59分59秒 然後跳到11點59分60秒 然後下一秒才去到00000 那年就會多了一秒 原來還要這樣分化 潤年潤廟是在講西陸 潤月是講農曆 農曆 我好煩 搞不定 完全掌握不到 是的 我真心佩服天文學家 現在我聽到你那條書這麼複雜 其實我即時就想電腦搞定 立即按 他就幫我編好什麼時候潤月 什麼時候潤月 但以前的天文學家 他們沒有電腦 其實他們真的要計算 所以那些是一些官方的照跡 你知道嗎 以前的中國皇帝會請一個特別的職位 叫做什麼天鑑 什麼師天鑑 還是什麼官天鑑 忘了名字 總之那個人一輩子 晚上就要坐在石頭上 看著那些天 看著那些星 什麼時候轉到什麼位 就是春婚 什麼時候就是秋婚 是的 你知道那個時分秒 因為這件事非常重要 如果時間那些日子不對 那些農民就慘了 因為譬如他要春婚 第幾天就要落種 如果你遲了一個月的話 不要說遲了一個月 除了一個禮拜 除了十天 他分分鐘已經是收成相差很遠 是的 所以我就說佩服 古時的天文學家 真厲害 是的 說到潤月 因為農曆和西曆都差了十一天 有時候會退前 有時候會退後 整個月 當你一退後 整個月之後 就凸了很多天出來 我們有時候會聽過 人家說 什麼叫盲年 不要結婚 什麼叫盲年 大家知道什麼叫盲年 為什麼要盲了呢 農曆有十二月 而每個月只有三十或二十九天 而三十和二十九天 十二個月加起來 就只有三百五十四天 農曆年只有二十九天 即是沒有三十 沒有三十一天 有三十沒有三十一天 也有一個月 你看看二十九天 是沒有三十一天 這個月有三十一天 就是初一 沒有三十一天 我這一刻也不知道 這樣吧 是沒有三十一天 我這一刻真的不知道 農曆年有些月份 是二十九和三十 做了這麼多年 中國人也不知道 原來農曆年沒有三十一天 現在很崩潰 那盲年有什麼意思呢 剛才說 因為要放一年的農曆年 只有三百五十四天 每年都少了十天 即是累積三年 就少了三十天 於是農曆年要放一整個月 去壓下去 去壓下去 那年那裡 那個潤年的潤月 裏面 令到它能夠 alive 整年的開始 那天 那它塞回整個月 其實就是潤月 對 那就是潤月 跟剛才解釋的一樣 沒錯 至於盲年是為什麼呢 我們先知道 什麼叫定義 什麼叫盲年呢 因為一年四季裡面 很多時節 有一個時節很重要 在農家裡面 非常重要 就叫做立春 立春這個時節 在二十四個氣節裡面 非常重要 就是它是定義那年的開始 所謂立春 即是確立那天的春 春的開始 如果這樣塞一塞這些月份去的時候 會有機會導致農曆年裡面 是沒有了立春的節氣裡面 因為一頭一尾 剛剛隔開了一整年 有一年 就是有一個立春 去了上一年的農曆年裡面 後面那個立春 又去了下一年 所以整整整整個農曆年 整個立春那天就沒有了 那一年就叫做盲年 真的有一年會是這樣 沒有立春的 沒有立春 因為二十四個氣節裡面 因為我們一年只有三百六十四天 所以 嘩 那就短了 所以有機會那一年就會變成盲年 就叫做沒有立春 就是盲年 好了 叫做盲年之後 你又懂得想 咦 去了上一年 那裡 上一年的農曆年 就變成有兩個立春 咦 尾又一個春 頭又一個春 那一年 那些農家 就會覺得 嘩 那一年很棒 為什麼呢 那叫做兩個春 所以有個說法 就叫什麼呢 雙春兼潤月 就是這個意思 沒錯 雙春兼潤月 那一年特別多人結婚 雙春兼潤月 那盲年又怎樣 那別人的農家又怎樣 你立春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氣 譬如我春婚就播種 是啊 沒有了這個立春 又有沒有影響 我知道 立春和春婚不一樣 那麼 春婚播種 那立春有沒有一些農家要注意的事情 他們又不能做 其實沒有所謂 因為他在上一年那裡發生 那個節氣 那不是早一年那裡發生那件事 然後他做回他們農家要做的活動的時候 就是用回前一年那個年尾的立春來做下年的事情 嗯 只不過他跌不下去那個Lunar calendar裡面 是 而這個沒有立春的就叫做盲年了 沒錯 似乎不多 好意頭 是啊 沒有了立春就沒有意頭 所以人家說盲年的 不知道之前還是之後 一定是雙春兼潤月 最重要很多人會拿來立刻想起 就是不會嫁娶 是 是 走馬這些東西 那些酒樓生意馬上少了 嗯 那麼我們有沒有最快什麼時候盲年呢 你有沒有留意到 是啊 好問題 我還沒查 大家有興趣知道的 就上網上查一查 告訴我 接下來哪一年會是盲年 哪一年是雙春兼潤月 好啊 我們這段影片講關於潤呢 潤這個字呢 潤 到這裡了 我們接下來會多些講關於這些冷知識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留言告訴我 我們會多講一些其他 topic 好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 好 好 謝謝